欢迎来到行销搬进大城市 我是Ivan 我刚刚传送了一个告诉我秘密 结果这个机器人就回复了我一个睡觉的贴图 让我油脂震怒 这个贴图是怎么样传送出来的 我们这边就直接来告诉大家 首先大家在26行的地方 记得要换成自己的Token 然后在28行要换成自己的Secret 然后30行换成自己的ID 三者都换好以后记得做一个存档 存档完以后我们就到GitHub的地方 然后Add File 这边选择上传档案 然后我们将三个档案全部都丢上去 然后做一个更新的动作 都跑好以后才可以按下送出 这边已经送出完了 我们就在Herooku的地方选择Deploy 做一个部署 好那这边一样就是给他做一个部署的动作 好那一样在这个更新的途中 我们就回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码是怎么样达成的 好那首先一样是我们的程式码 主要着重在54行到63行 一样如果我回答 就是使用者他打一些奇奇怪怪的文字 一样就是他会重复他的话 好除非他有打告诉我秘密 这个时候才会触发在这个57行以下的这段程式码 好那传贴图说使用的方法就是使用这个Line 他们专门使用传贴图的这个Message的这个方法做包覆 好那里面只有两个分别是package的ID 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Skitter的这个ID 好那这两个ID分别都是1的时候会传送出这个贴图 那这个数字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呢 好那我这上面呢有一个这个网址 好他已经可以开始了 好我这上面呢有一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呢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地方 好那我这边呢已经先到这个地方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LineDeveloper 他们的这个官方的一些这个文件Document 好那他这边呢就有解释说 这个package的ID呢是要放什么 然后这个Skitter的这个ID呢是要放什么 好很明显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package打的是466 然后Skitter打的是1988的话 你就会得到呢现在这个白人呢 他带着小机出去出游的这个贴图 好所以这样子 你就知道了好那这样子呢 我们右边的这个画面是哪里来的 那你可以再往下滚一下 好这个地方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好我们在你想要不同的贴图呢 这边都可以去做一个这个搜寻的动作 好那这边呢就可以寻找自己想要的贴图 好那这边又有别的不同的贴图 所以呢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自己去选 我想要假设我想要这个小机的贴图 那呢我就把这个package的ID呢 这个就改成789 所以我这边呢就改789 好这边呢变成789 好然后呢我这边再用一个爱心的好了 这样子呢是10856 他点一下也可以直接做复制 所以我这边直接点一下 然后直接做贴上 好这样子的话呢 他的贴图呢就会有一个变化了 好所以呢这样子的话 我再重新的做一次上传 那这次我的动作就会比较快一点了 好那我这边呢也是在等他上传的动作 好那这边呢就可以等他下一次告诉我说你可以开始了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测试一下 好那在这一块呢你可以传送的贴图呢就在以下的这些地方了 好那目前呢我是没有找到说官方可以认可让你使用这个你自己购买的贴图啦 不过我想应该各位也没有要为你的机器人特别买贴图嘛 因为你自己的账号跟机器人 如果你的机器人也要贴图的话 真的如果官方要做这件事情 那应该两个是要拆开来买的 好所以这样子你可能要付两次钱 好所以基本上应该也没有人要使用这个方式啦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官方提供的贴图也已经够多了 好就是熊大他们这块的贴图 那大家就使用这边的贴图 那搜寻的关于package的ID 还有你贴图的这个编号 就直接在这边找就好了 好那这边呢 我只要切到这个log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他传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好我个人这边比较急躁一点 好那他这边上传完 那我这边手机 哦他好了 那我这边手机直接贴上 请告诉我秘密 好那刚刚那个小机的贴图就出来了 那这样子大家要知道怎么样呢 去传送你自己想要传送的贴图了 那我们这场课程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